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牛哥 今天又是我們的民國史系列 上一集我們講了 黃埔軍校成立的背景介紹 還沒補完的朋友回去建議補一下 相信大家知道黃埔軍校成立 跟蘇二的援助是有關係的 於是在聯俄融共的背景之下 共產黨員就這樣宣誓 成為我們的國民黨員 所以能參與黃埔軍校的運作 至於你說最近的國民黨裡面 到底有沒有中共黨員呢 這還真是不好說啊 這一段國共合作的模式 從民國12到16年 大約維持了4年的時間 最後我們的軍事委員蔣公屆時 發動了清黨 捕殺了黃埔軍校裡面的共產黨 還有左派人士 中共稱這個事件為 412反革命政變 而蔣公屆時要用清黨的手段 來處理共產黨控制軍校的問題 也顯示了共產黨的滲透 其實是非常有效的 關於共產黨的滲透 我們有很多面向可以講 但在這集裡 我們就從軍校的制度面來講好了 為大家介紹 黃埔軍校的正攻制度 以及共產黨如何用這個制度 來達到控制軍校的成果 還有就是為什麼國民黨會對共產黨這麼沒有防備呢 從我們之前的影片就可以知道 國民黨在經歷不斷的革命挫折以後 意識到我們需要建立屬於黨的軍校 也可以說建立軍校是國民黨扭轉局勢的重要機構 對此總理孫中山等核心幹部是非常重視的 早在軍校成立以前 國民黨就有人對蘇聯還有中共是抱持了戒心的 作為反對的代表最著名的就是 跟隨孫總理革命的元老吳漢明先生 以及擔任校長的蔣公屆時 認為蘇聯不可以相信 只不過由於蘇聯的革命太成功了 變成了當代的知識主流 當時的年輕人不討論一下共產主義 或是自己思想不左派 就會覺得自己不夠潮啊 因此國民黨裡面也有很多有志之士 認為共產主義的精神跟實踐方法是可以救中國的 就以共產主義常聚焦在貧苦的農民跟勞工 受到剝削等不平等的事 這就引來了知識青年的憐憫心 認為國民黨應該要跟農民勞工站在一起 這一類接納共產主義理念的國民黨人士 大體上又稱為左派人士 其中最有名的是黨代表廖仲凱 他也是促成國共合作的重要人士 不過國民黨的左派人士 他們的立場大體上是跟我們總理孫哥一致的 就是需要跟蘇俄合作 學習他們的革命經驗 認同共產主義對平民的悲憫 但不認同他們的施政模式 對於共產黨是有一定的戒備之心 也確實國民黨的右派還有左派的路線之爭 某種程度上給了共產黨發展的空間 但對作為國民黨革命核心的機構 黃埔軍校應該是要有更多防備才是 結果大家也知道的 就是蔣公屆時發動了清黨 這次行動所拘捕 審訊跟殺害的人數高達了2000多人 可以說我們的蔣公屆時 是用了非常嚴酷的手段 才奪回黃埔軍校的控制權 由此可見 黃埔軍校被滲透是非常嚴重的 說到這裡 我們就要去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 明明國民黨的高層不是沒有戒心啊 那為什麼共產黨還是可以滲透黃埔軍校呢 答案其實就出在黃埔軍校特殊的正攻制度 講到黃埔軍校必須要說清末明初的時候 各地都有不同的軍事學校還有軍事講堂 例如蔣校長就讀保定軍校 那麼黃埔軍校跟其他軍校 除了它是國民黨的軍校以外 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那就是軍校的運作是跟黨結合在一起的 這也是中國軍校歷史上的創舉 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當時中國軍閥部隊的特性 一般軍閥是靠人際關係來運作的 也就是核心領袖跟部隊的軍官 都是私生、同學、親戚或是同鄉的關係 來聯繫彼此的忠誠度 而部隊的軍官又跟部隊的士兵 又是以個人的人際關係來聯繫 因此軍閥領袖就需要找資源 去養活軍官跟士兵 一旦沒有資源 底下的軍官就有可能帶著部隊 去投靠其他有資源的勢力 但也是因為這樣導致陳九明叛變 底下的士兵全部跟隨著九哥 因為他們的伙食跟薪水 都是來自於我們九哥啊 在人際關係上也是九哥更親近 對士兵而言孫總理這個人很偉大 但就是離我們太遠了 在這樣的軍隊結構之下 孫總理就算得到了軍閥的支持 也是要看軍閥的臉色的 因為軍隊不是聽孫總理的領導 也就在這個時期 蘇俄革命成功的消息傳回來了中國 總理也進一步了解共產黨是如何組織黨的軍隊 甚至是有效的控制資前而皇的固隊 而這個制度就是蘇聯紅軍的政治委員制 也就是在軍隊裡面設立黨代表 並由黨代表去控制軍隊的忠誠 那蘇聯的黨軍制度是如何落實在皇埔軍校的呢 首先在招生的時候就強調 每一位入伍的軍校生都要成為國民黨員 受黨中央的指揮 而皇埔軍校的學生都要加入特殊區黨部 直屬黨中央指揮 特殊區黨部的位階是跟省黨部同等級 師生是可以跟黨中央直接互動 以達到黨、軍、校合為一體 其次就是黨代表跟政治部門 因為當時中國的軍校主要是教導學生的軍事專業能力 並沒有黨也沒有政治作戰的概念 但皇埔軍校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忠於國民黨的軍隊 而且要讓黨可以指揮、控制軍隊 因此從皇埔軍校的主司最高層是校本部 總理是學校的最高領導 校務由校長主持並由黨代表輔佐 本部底下又分很多部門 比如說政治部、管理部、軍需部、軍醫部等等的 但最重要的單位還是政治部 那這個政治部特別在哪裡呢? 政治部的核心目的是在於塑造學生的政治思想 這當中有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解 國民黨的使命以及如何進行群眾運動 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 而這些思想教育又是在黨代表的指導之下 一方面充實學生的思想知識 另一方面也擴張了黨務工作 培養可以輔助軍隊的政工 而政工制度就是在部隊裡面設立政工人員 負責進行文宣工作、心戰喊化 以及約束部隊軍官要落實黨的命令 因此通常政治部的教育 會讓軍校出身的軍官是可以效忠於國民黨的 並且讓國民黨可以控制軍隊 就不會出現像以前窘哥 一叛變就把軍隊給帶走的情況 但在這之中其實也存在著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危險 提了那麼多聲音的東西 相信大家應該都滿頭黑的問號了 有沒有政治作戰的導路真的有差這麼多嗎? 其實我這邊還是要講一下 真的是差很多 第一是成功建立了一個 忠於黨指揮的軍隊 這讓國民黨有能力整合全廣東地區的勢力 再來是政治作戰裡面的文宣工作 也吸引到了很多有報復的年輕人加入國民黨 那時入黨可是一件很拉風的事 這也使得國民黨脫胎換國 累積了北伐的軍事實力 說明了政治作戰的重要性 然而政治作戰這個概念 其實是源自於蘇聯 因此國民黨裡面的傳統軍官幹部 是沒有人受過政治作戰的訓練的 因此對於要怎麼進行政治作戰的教育 其實是沒有概念的 國民黨對政治作戰的重要性是有體認的 因此一開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人 是國民黨的宣傳部長戴傳賢 第二任是總理秘書邵元聰 這兩個人在國民黨裡面都是深受升總理信任的人 但是因為這兩個人所受的教育 大多是中國傳統的儒學 或是留學日本所累積的相關專業知識 但是這些知識體系裡面並沒有政治作戰的概念 這就讓他們不知道要怎麼進行政治部的教育跟工作了 了不起就是照本宣科 偏偏思想類的教育死輩是最無聊的 這也沒有辦法達到教育的效果 這就必須要找專家了 沒錯 這位專家就是日後中共國務院的總理周恩來 話說周恩來原先也是留學日本的中國知識青年 之後就留學法國公讀 在民國十年的時候在法國加入了共產黨 那時共產主義在法國可以說是相當活躍啊 周恩來等人也在法國學習了很多共產黨的專業知識 在民國十四年十一月的時候 周恩來就成為了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 並重新規劃政治部的教學還有工作的內容 讓政治部可以運作並發揮這個組織的功能 這就讓黃埔軍校在創校的階段 需要周恩來的專業能力 否則如果政治部無法發揮功能 那黃埔軍校就跟其他的軍校基本就沒什麼兩樣了 而周恩來作為當時留學日本法國的知識精英 他的知識跟談吐是非常出色的 待人處事又知道如何拿捏分寸 在政治部的教育又鼓勵學生閱讀政治書刊 注意社會的潮流 在軍隊紀律教育上又宣導軍隊要如何跟民眾相處 如何組織宣導工作 這樣的表現不只讓學生十分尊敬他 就連講功戒時也對周恩來的專業抱著幾分敬意 然而就是因為周恩來的出色 讓共產黨逐漸掌握了政治部 他在培訓學生的時候也為共產黨招攬有為的青年 如果是無法進入共產黨的學生 也會想辦法取得他們的好感 讓他們對共產黨是友善的 當然隨著周恩來的成功 校長跟他的幹部們也終於發現事情不太對勁了 趕緊把周恩來調離了政治部主任的位置 但後續接任政治部的人其實都不如周恩來的能力 變成他們只能任用周恩來留下的幹部跟學生 才能延續政治作戰的專業 而這個政治部作為黃埔軍校的核心單位 就這樣被共產黨給控制住了 總結一下黃埔軍校的核心問題 就是國民黨欠缺政治作戰的專業人才 因此蘇俄把這套制度傳承給國民黨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擔心國民黨會排斥共產黨的人 因為國民黨沒有懂這套系統的人 國民黨就算到了最後 還是會回頭去找共產黨的人才 政治作戰的機能才可以有效的發揮 因此國民黨當時如果想要扭轉革命的劣勢 似乎也沒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國共是怎麼合作進行北伐的 而後的輕黨讓兩黨反目成仇 好了今天關於黃埔是怎麼變成中共的形狀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下訂閱並分享出去 如果有能力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是按下超級感謝啊 另外我們的DC群一開放囉 歡迎大家一起進來聊天就是了 我在學習筆記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